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里 有许多时候都看见人无法谦卑自己 高举神的名 要不就是这世界的残累太多 人的心复杂化 而不能单纯的仰望神 其实若我们的心单纯的像小孩子的话 我们会毫不犹豫的 以我们的阿爸父为我们的榜样 就如我的孩子 都会不知不觉 模仿我与我的丈夫的肢体语言 同样的 若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有发展 有建立的话 我们也会在不知觉里 模仿耶稣的一头族一言语 但当我们质疑神的话的真实度的时候 我们不但不能相信他 我们甚至还悖逆他 请他眼中看为恶的事 马太福音18章1到5节 当时门徒进前来 问耶稣说 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 使他站在他们当中 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凡为我的名 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所以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小孩子的信心 一个孩子虽在知识上有限 但他的单纯 谦卑 却是神所看重的 但愿我们都能恢复一个小孩子单纯的信心 依赖我们的创造主 为什么现今的信徒 很能恢复一颗单纯的信心呢 因为他们不明白 福音 单纯的是要神与人建立关系 在这关系里面 是不会因为我们软弱的条件 或有限而被动摇的 因为中间有一个关系 神与我们是一种关系 因为这个关系 而愿意把自己全部的生命交托给主 因为这个关系 才使我们有信心 仰望呼求神 若有信心呼求神时 神的荣光与恩守 再次会向我们显明 我们的信心 不能单纯是因为我们常常 复杂化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一边听神的福音 另一边却拼命想要如何发恨财 要不使人无法恢复单纯的信心 就是因为自以为意 我们还有所保留 不能将一切完全交托给主 总是觉得自己的办法 比上帝的方法还管用 这就导致信徒常常先关注问题 不能历时靠信心 仰望呼求神 久而久之的 我们就会习惯靠人的方法解决问题 而不是顿时查验神在问题里面的美意 十字架的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 孩童除了有一颗单纯的心以外 当他们能够感受到很多爱的时候 他们会更愿意信靠顺服 并且愿意被领导 一个肉身父母 对孩子的爱是不讲条件的 无论孩子有多么顽皮 无理取闹 父母最终还是会爱这孩子到底 并且等候他 十字架的爱更是无条件的流露给我们 无论我们的光景如何的糟糕 神都怨纳我们 当一个人接受了十字架的救赎大恩时 道理上是明白神无条件的大爱 但是灵性上还是无法完全透彻这爱 这爱所包含的怜悯 能力 祝福是许多信徒在信主以后 没有更深更实际的凡事上确认与领会的 因此导致自己容易被过犯所胜 在我们信主的日子里 神也任凭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 以致神多次再向我们写明十字架的恩惠 使我们爱神爱人更深 虽然我们偶尔会软弱 但心中没有惧怕 然后属天的信心也会时常加给我们 使我们能仰望神 祈求救得着 所捆绑的就看见被捆绑 所释放的就看见被释放了 马可福音十章十四到十五节 让小孩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虽然我们常常对孩子没有耐心 但无可厚非的是 我们从他们的身上 却能学习到属灵的正直 以及清洁的心 盼望我们的年岁 虽然不断增长 但我们的信心 却能返老还同 越来越单纯 与神的关系 越来越清晰 巩固